各位好 欢迎收看一把不说 那么前几天 楼兰的AE20 AE30都分别进行了 固件的升级 那么AE20是 1.22的版本 AE30是3.02的版本 那么有的用户就在问 不管是在群里问还是在 跟我的私信问就是这个最新版本 升级了什么我们来讲一下 上一个版本 是AE20的1.21的版本 和AE30的 3.01的版本 它是修正了一部分人 遇到断音的这个情况 这是上一个版本 但是这两个版本呢由于都是内部测试版 就是让大家去 售后维修站 由官方来升级的 所以没有正式的公布 这两个版本的固件 升级包大家都在网上是吓不到的 然后最新的 这个AE20的 1.22和AE30的 3.02这个版本 就是除了包含上一个版本的功能之外 还修正了一个之前的小问题 就是当你在开启蓝牙 连接状态的时候 你在演奏时候有非常小的几率 会出现死机 那么这个状态其实有极个别的用户 遇到我是收集了这部分用户的信息 所以最新的AE20的1.22和AE30的 3.02就是把这个小bug也给修改了 那么所有大家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只要会反馈到我这里 那么我都会首先进行一个测试 然后从我的角度呢 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判断 然后再反馈给罗兰的日本开发部 那比如说像断音这个状态 就是有人遇到了 有人没有遇到 那我自己其实始终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过 无论是升级前还是升级后 但是呢 我能做的就是把大家遇到的这些问题 收集汇总 尤其是他们提供的自己遇到断音的这个视频 发给我 然后我尝试从技术角度去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去帮助开发部分析去找到原因 所以到现在为止 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升级了AE20的1.22 和AE30的3.02 那么断音的问题应该都已经解决了 然后蓝牙连接状态下死机的问题 也已经都解决了 所以各位在日常的使用中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还可以继续的反馈给我 我都会找时间来测试 那么这个就是AE20 AE30分别升级到了 1.22和3.02之后的一些补充信息 我都会找到这些补充信息 我都会找到这些补充信息 这些补充信息 那么过去的所有的补充信息 让我们的印象